第五人格中的机械师和封眼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第五人格中的机械师和封眼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终于在机械师的角色日信件中找到了答案 很高兴再次收到您的订购单 订购单中绝大多数商品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妥当 只有其中一件关节结薄的原件很遗憾 我们目前批量生产的商品并无法达到您对灵活度的要求 不过我们可以为您推荐一位 这类结构原件制作的专家 他的才华毋庸自已 但脾气略微古怪 并不接受对完成品的反复修改 考虑到这类原件定制的价格昂贵 我们建议您亲自前往他的所在地面对面沟通定制时宜 他的地址是信件的下半页被失去了 从信任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机械师曾经采合一批零件 这些零件很有可能是用来制作机械傀儡的 然后供应商提到了用于连接关节的零件 无法达到机械师对灵活度的要求 供应商向机械师推荐了一位脾气古怪的老专家 很显然这位脾气古怪的老专家应该是疯眼了 信件的地址被撕掉了 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机械师去了庄园 也就是说机械师去庄园的目的是找封眼 向封眼采购零件 同时庄园中不满的封眼设计的机关 这也间接引起了机械师的兴趣 所以机械师和封眼的关系是买卖关系 封眼只是机械师要找的原件制作专家而已 感谢为本期节目提供线索的粉丝 生活物2 木桐家地心仪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